台湾大选倒数18天 中国全面展开对台戒选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亲自出马操刀 26号毛泽东诞辰座谈会上 习近平再度宣称 坚持一中原则与九二共事 强调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路透报导中指出 尽管他并未提及对台动武 也没有谈到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 但在这个敏感时机 很难让人不多做联想 美国之音则引述选者分析 表示北京正在替一位 强力反对民进党的购选者拉票 和避免中国最担忧的情况发生 也就是民进党不仅赢得大选 且国会席次持续过半 过去今天是总理发言 比如说周龚基 温家宝 李克强都在台湾选举之前 对台湾有过喊话 那么现在中国的总理李强 他的权限大部分被习近平拿走了 所以这次等于说习近平亲自下来 信息很明显 希望台湾的选民能够选择国民党 这一点是和过去很不一样 过去中国虽然有介入选举 有喊话 但是基本上都不会把特定的 候选人的名字和政党讲出来 但是这次在之前台湾的记者会上 发言人朱凤联就一直在批评 爱情德和小美琴 中国的心情不一样了 过去中国虽然介入 但是说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很长期解决的问题 并不见得在自己这一代要解决 只要台湾不要走得太远就可以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可能想在自己的第三个 或者第四个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说怎么心情比较焦急 下来赤膊上阵了吗 过去几周 中国不断扩大军事政治和经济施压 包括派军机释放高空气球到台湾临近空域 中止进口12类台湾石化产品的进口关税优惠 更批评美国最新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 是在为台独势力递刀送枪 而针对习近平直接出面喊挂 意图将文攻武克的力道拉到最高 对此不少台湾网友则很酸 最强助选员又上线了 更表示台湾人绝不受暴政威吓 不过石板民府也是紧 中国的借选手法不断翻新 台湾不能够掉以轻心 他和过去的蔡英文总统 以及全世界党总统 再往前的李正辉总统比起来 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说主要是我对中国的心情出现了变化 中国的文攻武克 他过去的方式是确实是有一点过时 而且他这种双法其实并不是台湾人可以接受的 但是说他们接受的手段 每次都有新的花样 现在比如说中国抖音 抖音在台湾有几百万的用户都是年轻人 过去大家都认为年轻人是天然独 会支持民进党 但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基本上支持科文德的比较多 这个我认为或多或少 会有中国的抖音的影响 比较大名誉教授李晓峰 近日接受网络节目 廖小军台湾Plus专访时指出 如果2024改由国民党指证 未来台湾恐怕再也没有政党轮替的机会 因为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党 他们认同的国家都同样一个 但台湾不是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政党 跟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政党 在竞争 然后人家轮替 轮替来不一样 不是一般民主国家的轮替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 如果绿营又输了 蓝营回来了 我看这一次他们会吓到 说不会再让你轮替了 然后怎么办 赶快跟中共讲好 赶快来所谓统一 我认为会变成这样 石本命夫也指出 接下来中国对台恐吓将会更变本加厉 他会更加集中的攻击私德部分 或者是攻击一些民进党的候选人 或者是再更加强调 这场选举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 然后就是恐吓台湾的选民 我想这方面可能会做得更多一件 随着台湾当选逼近 中国一举一动也更受国际关注 记者黄信仰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